看新闻学英文 欢迎收看今天的英语学习版新闻跨讯 我是主持人Paul 今天的新闻热词包括了Worse Ever 史上最差的奥运开幕式 和今天开张的Boot Camp 少年范改造营 减税这个口号喊了这么久 终于要在本周三正式实施了 而且每一个税阶的免税额都会上升 所以也会预计有很多人 大概是350万人受益 所以您很可能也是其中一员 具体的税阶税率的变化 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也可以到IRD的网站上查询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几个典型的数据 首先是最低工资的收入者 每周将会增加12.5新西兰元 年收入55000以下的单身成年人 每周会增加25.5新西兰元 仅靠养老金生活的退休夫妇 每周会增加4.5新西兰元 但是逐步会增至13新西兰元 如果想要了解自己 是否会收到减税以及减税的金额 可以使用政府的预算税收计算器 那你可能还会问自己需要做什么 才能获得这些减税呢 简单来说就是雇员是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的 而税局会自动计算 但是雇主需要做的具体事项 可以访问税务局的网站 获取更多的信息 不过符合条件的家庭 如果想要获得即将推出的Family Boost 也就是早教服务税收抵免 则需要主动申请 记得保留早教服务的收据哦 在本周除了减税的新政之外 针对青少年的犯罪金饰改造营 Bootcamp今天也要正式开张了 而首批的参加者是10名 年龄在15到17岁之间的年轻男性 地点是在Palmerston North 那这个封闭的训练营是为期三个月 之后将会进行9个月的过渡期 来帮助这些青少年重新融入社区 儿童部长也就是行动党的Karen Chor表示 这些年轻人原本在青少年的司法设施当中 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但是因为他们新的举措 这10名年轻人实际上有了一些希望 大家知道为什么军事改造营叫做Bootcamp 靴子营地吗 其实这和19世纪的西班牙美国战争有关 当时的新军受训的时候都会穿Boot靴子 所以这个说法就流传下来 据悉每个参与者都至少犯了两个罪行 法院办出他们是10年的监禁 他们每天的作息包括早上6点半起床 体能训练 教育或者是就业路径的培训 指导以及文化连接 那在晚上9点30的时候就会熄灯了 当被问到如何知道这些训练营是否成功的时候 这个部长就说当我们开始看到社区中的危害减少的时候 就说明这些训练营是成功的 巴黎奥运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截稿前的奖牌排名榜第一是日本 中国排名第六 新西兰因为没有奖牌暂无排名 但是比赛才刚开始 未来排名还会有很大的变化 但这几天更吸引大家注意的是 上周五的巴黎奥运开幕式 它是被各国的媒体吐槽为史上最差 The worst ever olympic ceremony 那ever这个词呢 常常会用在形容词最高级的后面 表示史上最什么什么的 比如说best ever就是史上最好的 那巴黎奥运开幕式的worst ever 差在哪里呢 而首先呢是一些基本性的事实性错误 比如说两次将韩国叫做朝鲜 那目前奥委会的主席 已经向韩国队进行正式道歉了 到了高光时刻升奥运棋的时候 又将棋子挂反了 而中国网友呢也是戏称这个行为 是奥委会在祈祷 那另外呢开幕式部分是在室外啊 所以呢当天很多运动员 在没有防御措施的情况下 被当天的雨淋湿了好久 而其中还包括一些高龄的运动员 另外一些文艺类的创作也让观众不满 比如说这一个三人型的片段 就具有明显的新暗示 而据说呢当时央视的解说是静止了三分钟啊 还有呢是这个节目明显是在模仿最后的晚餐 这一幅对基督徒很重要的作品 所以也被批不尊重宗教信仰 那搞笑的是呢 其中一个演员疑似磨漏的同时 他的装扮还被中国的网友发现很像西游记当中的一个妖精 因为目前这一个开幕式的争议实在太大了 所以奥委会的官方频道目前已经将整个开幕式的视频下架了 不过呢本次开幕式也有受到表扬的地方 比如说他开创了室外进行开幕式的先河 还有乐坛天后Celine Dion的复出登场 也让大家感动 我们接下来也会继续为大家总结奥运比赛中的亮点 大家持续关注哦 感谢收看今天的英语学习版新闻快讯 我是主持人Paul 我们下期再见